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罗宇文 欢迎收看台湾百味 曾经是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的私人招待所 除了感受百年老屋的风华魅力之外 食材更是严格把关 让上门的老套们 都能有个美好的五感体验 福龙返乡青年 开美式餐厅超爆之手打牛肉堡 让人无法一口咬下 而烧烤加入了泰国风 则是让人仿佛回到了初恋般 酸辣美妙滋味 台中已经是大家心目中的美食之都 不论是新奇的 浮夸的 还是最超值的 在台中通通吃得到 今天要介绍的餐厅 可以说是越夜越美丽 白天与黑夜各有不同风情 而且会让您仿佛置身在泰国街头一般 欢迎来吃台中唯一的泰式烧烤 泰式烧烤是在泰国当地 他们每一个家家户户 他们就是算是一个平民的美食 它的口味还蛮泰国当地的口感 在泰国当地如果有一些生日 甚至一些节庆的部分 他们就是每个家庭 他们都会吃这个去做一个 就是庆祝庆生 很有泰国的那个在地的感觉 夏天的时候晚上在外面烧烤的感觉 就会很像坐在泰国的街上的感觉 隐身在台中中校夜市内的这间 泰式烧烤餐厅 是一对八年级夫妻共同创业而成 老板Oli说这段跨国婚姻改变了她的一生 因为她从没想过会开餐厅 而在厨房忙进忙出的老板娘Sara 则是道道地地泰国人 餐厅内外所有的打理都出自她手 从料理用的香料到蘸酱 以及店内商品及装饰 都是从泰国进口 甚至还将泰国曼谷的交通工具 嘟嘟车都运到了餐厅的门口 让客人仿佛置身在了泰国一般 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出国 所以我们就想说来怀念一下这样子 OK OK 所以之前有去泰国玩这样子 我们之前有去泰国去曼谷玩这样子 那今天好像是有平常那个鱼对不对 对啊 鱼跟在泰国跟曼谷之后有什么 有很辣 都很辣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道就是泰式的酸辣鲈鱼 那其实它也是我们乌泰式烧烤 很有名的一道菜色 那它有别于市场上的柠檬鱼 它的辣度比柠檬鱼再辣更多 它大概趋近于中辣的一个辣度 那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个酱料 也是老板娘自己手工制作的部分 那坦白说我们用料非常扎实 它用了大量的辣椒 蒜头跟香菜 所以当你吃到这个鱼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它的味道层次是真的 跟外面市场上的餐饮业是不太一样的 那包含我们的鱼也是采用新鲜的鱼鱼 去做现蒸的部分 其实那个在泰式料理上面 就是酸辣鱼的部分就是很 就是属于它的那个特色菜 所以到泰式料理店其实要 要觉得这家菜如果做的有没有道地 其实酸辣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菜 那你今天吃了之后觉得到底吗 有道地 一样辣 关于这个辣度 老板娘有特地跟采访小组解释 她真的有因应台湾人的口味做调整 因为当时这个食物客人要小辣 所以我会放一点 台湾小辣跟不一样小辣不一样 所以如果小辣泰国是一个两个 但是台湾再这样 而现在老板娘Sarah为台湾百味观众朋友 示范的正是泰国夏日必吃美食 芭拉鱼露 生虾 青木瓜沙拉 帮你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是泰国茄子 这在泰国当地他们会拿来做沙拉做食用 那这个是肠豆 也是泰国人他们很爱吃的一种蔬菜 那再来是新鲜的柠檬 然后这边的话有辣椒 蒜头 虾米跟花生碎 还放小辣喔 OK 咖喱 然后 我会放小辣椒 然后我会放小辣椒 然后我会放小辣椒 但是我会放小辣椒 因为很快 这个芭拉鱼酱料 在泰国当地他们有 所谓芭拉鱼露 它就是有腌制过的鱼酱 然后它味道上比较浓 但是没有芭蜜 因为会坏掉 所以在煮的时候 我们会放小辣椒 因为你会放小辣椒 泰国会放皮一起 但是台湾会奇怪 为什么你放芭蜜皮这里 那这个泰国 如果我给泰国会放皮 它会OK 番茄 这个是泰国茄子 然后它这个在泰国当地 它是就是泰国人 每天都会吃的一种蔬果 它会常用在就是沙拉类型 凉拌菜里面 对 内加里也放 对 但是在台湾很难 很麻烦买这个 但是说泰国真重要 好 必须打每个东西 因为酱油会吸引面 OK 会 必须打 它吃起来是香 咸 然后带一点微辣的口感 那尤其是生虾 是泰国人的最爱 他们无生虾不欢 它的口感其实很好 很像蒟蒻面条的感觉 然后带着清爽 然后加上火着那个 青木瓜沙拉酱的 的那个汤底的时候 会觉得夏天吃这个 真的很酥爽 老板说在泰国吃这道 巴拉语露生虾青木瓜沙拉 通常都会搭配 泰式烧烤一起食用 毕竟烤肉吃多了 还是要多补充一些蔬果 而这种健康观念 可是全世界都一样 泰国人他会放猪油 我们会先放一块猪油在上面 让它涂抹均匀 因为我们的猪肉的油脂成分 没有到很多 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猪油 去去辅助它 让它在烤的时候 不会凉面烧焦 或甚至粘锅的部分 然后就放在这里 因为泰国人我们一吃 然后这个会熟 泰国人会喜欢吃这个很久 对 对 它会熟 但是泰国人不敢吃可怕 这个什么 但是泰国人就是喜欢 所以他们不会放一块 它会放很多 然后是这样会有烤焦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烤焦 就是有鲤鸡猪 梅花猪 松板猪 跟五花猪 四种猪肉一次满足 这些肉品基本上我们都是用 自己用泰式的酱料 我们会先腌制过 然后再做烧烤 鲤鸡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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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人很喜欢吃这个 对 还不错 就是跟一般人通常 感觉不太一样 但汤也比较有味道一点 它肉比较Q 它的酱汁还不错 然后我们会放点煎料 其实每一家泰式料理都会有 所谓的甜辣酱跟海鲜酱 这两个都是我们老板娘 也是我太太她们自己亲手 纯手工去制作 海鲜酱的一样 它是用大量的蒜头跟香菜 还有辣椒 那还会有鱼露的部分 所以我们吃起来的层次感 会跟外面就是相差许多 但是红辣碗里红色的 这个必须有整个滋味 比较热门的酱料是 红色的这一个是甜辣酱 我喜欢甜一点 我会烤有一点 别换没有味道 没有煎料 玻璃别换 我们的培根猪它是肉片 所以它是没有腌制过的 对 所以你会烤 这我做的 好吃 铜盘烤肉它的特色在它的那个酱汁上面 它有绿酱红酱还有小朋友最爱吃的 什么酱 如果辣椒一个 我们会给它煮冬粉 饭还是蛋 基本上如果我们点了一个同盘套餐 我们除了米饭之外 我们还会有冬粉 鸡蛋 那甚至泰国的妈妈面 那我们会把它折对半 就放在锅边煮 其实里面的粉啊 你们可以放在汤里面去变成绿咖喱鸡汤 又或者是说我们放在碗里面去做一个干拌面 其实都是可以的 最后来讲说 想说这个煮面 最后的精华就把它弄到那面里面 这样子吃这样 还蛮好吃的 其实采访的小组不说 您不知 老板娘Sara可是知名直播主 常常分享自己烹饪 及品尝自家料理的影片 看看板娘吃的香甜可口 是不是也挑起您的甜点味了呢 赶快请老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道甜点吧 芒果糯米饭的话 它这个是泰国东北的一个 就是夏季的限定甜点 那他们的特色在于说 这个糯米饭它也是来自泰国的糯米饭 我们是用野奶跟香兰叶 香兰叶是泰国的一种植物 那会放在底下去用蒸的方式把它蒸熟 蒸熟之后我们会搭配台湾在地的芒果跟野奶 它会有酸甜咸三种滋味 一次满足 当今芒果的甜 搭上拥有香兰叶独特香味的糯米 及野奶的咸甜口感 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味蕾享受 而另一道泰国传统甜点 让吃过的客人都会惊呼连连大赞好吃 泰国叫糖丝春卷 那泰国泰文叫做 Roti Sai Mai Roti就是指春卷皮 那Sai Mai就是指糖丝的意思 或是每个地方可以买 它这个就是泰国的大城 它就是叫阿鱼塔亚 就是在曼谷北方 大概一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 他们就是当地就是非常有名 都在制作这个甜点 那老板娘他挑选的这个糖丝 是有米其林五星的认证的一个甜点 它一个是原味 另外一个是有加入 泰国香兰叶的天然色素 所以它的会有香兰叶的味道 包含颜色也会不太一样 那它的吃法就是 我们会夹一点放到唇卷皮里面 然后手工把它包起来 包完之后就是 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对半 甚至就一卷 直接自己把它吃下去 因为取得美娇娘 开始深入接触泰国菜 现在老板Oli也能下厨 来个拿手好菜 老板Oli正在大展身手的这道菜 就是大家到泰国旅游必吃的 泰式鲜虾炒和粉 炒和粉现在加的这个酱料就是 对 这是我们自己可同做的酱料 它箱面条也是从国外的 我们也是进口国外的手工的 肉炒汁制作料 让和粉吸满了 板娘自制的酱汁后 放入炒蛋 豆芽菜 虾子等等的配菜后 再次翻炒至收汁即可起锅 和粉偏细Q染西汁 酱汁内含酸甜咸辣四种风味 只要吃上一口 就会知道他们家的调味有多道地了 除此之外 店内还有另一道甜中带辣 炒下饭的料理喔 基本上甜辣椒鸡它的特色在于说 这个我们都是用炸过的鸡丁 去做大火拌炒的部分 那它基底是甜辣椒鸡酱 那也是我们老板娘自己手工制作的酱料 那它这个特色在于说 它是用五种 大概泰国的五种草本植物 去用那个青木瓜的岛中 就是手工把它打一打 然后打成像干的酱料 然后再去跟辣椒 去微偏出来的一个酱料基底 去大火拌炒出来 所以它味道上是甜甜辣辣 带一点香咸的口感 那吃起来是非常下饭也开胃 请问一下你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吗 对… 那怎么会想要来呢 我就看中逢还蛮特别的 对啊 就想说吃看看 因为蛮喜欢泰式的料理 那好不好吃 好 吃 品尝正餐的同时也可以来一杯 泰式蛇皮果柠檬椅 蛇皮果是泰国独有的热带水果 搭配新鲜柠檬汁调制 喝起来甜中带酸 酸中带甜 很适合解辣 而令人惊奇的是 里面还有芒果爆爆猪 一入口爆浆的感受 就如同来这边品尝的美道菜一样 惊奇 好吃又过瘾 还有您没必要atan 笑嘟 不再来 很多键 characteristics for ce 感谢 花 为 30